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时的暴雨警告系统是何时推出的呢? 答案是1998年 取消了原有的绿色暴雨警告信号 改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新推出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是在天文台已经在广泛地区陆德 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超过30毫米雨量的时候发出 表示低华地区可能会有水浸 但所有学生和雇员仍要继续上学和上班 公开考试亦会照常 当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超过50 或者70毫米雨量的时候 天文台就会改挂红色或者黑色的暴雨警告 而学生在这两种情况之下都不用上学 不会好像以前那样由家长决定 若果已经上学了就要留在室内 每逢下大雨 新界北部都出现严重的水浸 所以天文台就增设了一个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 提醒北区的居民 低华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浸 让他们及早戒备 有份制定这套新系统的教育署 不肯评论是否因为以前的暴雨警告系统不清晰 所以才作出更改 现在的讯号是多了一些预测的成分 是指过一段时间和未来一段时间里面 会不会达到一定的雨量水平 所以是不同了 我们也可以预早跟天文台商量学校需不需要停货 教育署会在早上6点15分和11点这两个时间之前 公布上校就班是否要停货 但公开考试 就会视乎情况决定是否继续 本纲大约有八成的雨量集中在5月至9月 天文台去年发出二十几次黄雨 其中一次就在11月 是有纪录以来第二次 开电视频 全面浸发重新启航